谢谢 好 谢谢蔡碧玉委员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聊到的 因为近期在监察院的争议 其实非常的大 那当中特别是在城局 大家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你自己本身在高雄市府任内的话 你有58件的案子在里面 你到底为什么可以担任监察院长 对于这件事情呢 其实在野党都是表达反对的一个态度的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从吴义正他这18年来市议员的一个 这个历程 怎么样去观察 到底城局适不适合担任监察院长 那特别是他之前在高雄市府任内 所做的一些事情 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观察 我认识城局 我们的前市长很久 超过我还没当议员的时候就认识 他还没有当市长的时候就认识 因为都在高雄 那对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共同朋友 对党外很多运动 我们都有时候会聊 那他担任市长的时候 那我先当议员 他当市长之后 很多的建议 那说是我们高雄黄金的时代 就不分党派 大家基于过去的彼此的信赖 那很多公民团体 他也很多意见 真的是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 那甚至于说高雄有所谓的光荣感 光荣感第一次是在 是他称举第二任的时候 整个高雄 部分党派我们都 只要因为高雄做事 我们都是一家人 那是我觉得这是高雄最快乐的 我担任议员 是最快乐的时光 包括很多启动 我刚刚讲的 不管是公共小孩 整个自行车的环境 都从高雄开始 自行车桥 自行车的法令 那我们都建构得很好 那当然还不够好 那对一个太阳能的屋顶 绿屋顶 那个都是我们打破全国的法令 那我也拜托不同的法委 跟内政部一直在协商 那对白霸 对燃煤电厂 那时候我们就跟公民团体 地球公民基金会提出来 那市政委站在我们这边 所以说台电就本来要做四煤 变成只有两煤 火车站 本来改建 交通部就踩了四根大楼 放在那边 丑到要命 我们全部反对 所以那时候全高雄是 水准最高的建筑师 建筑系的老师 跟我们手上接头 也跟陈市长说 你一定要去夺回 我们高雄的自主权 火车站的设计权 让半年让我们去讨论 他也是站在我们这边 来跟交通部 跟中央对抗 所以我们取得了 这样的整个火车站的主导权 那我觉得很多的那个过程 真的是不管是公务人员 或者是我们的公民团体 部分党派 对哈马西对任何这种进步的观念 都在高雄发生 我觉得那时候高雄年轻人都很有感 但后来我觉得他第三届的时候 我觉得最大的转变来自于他自己 他对自己的助理们很疼惜 很多人叫他干妈 很多人都跟着他 但是有一次我们出国的时候 他告诫这些年轻人 民进党的司议员 他说我们这一辈啊 这么年轻为民主打拼 你们这辈子 比较认真 比较拔拼 你不敢把吴依珍教一下 吴依珍不是民进党的 吴依珍 民进党 他要选议员 我要成举做业中干事 他还是要选议员 我也做业中干事 他要民进党选议员 我也做业中干事 他在鼓励这一个 我相信这陈举在他内心里面 我们到伦敦去考察所谓的绿建筑 我们也借过一个行程 居然去蒙阿波公墓 去拜谁你知道 去跟马克思致敬 我们买了一种玫瑰花 可以看到陈举市长 他内心的世界里面的浪漫 对革命的浪漫 对弱势者的关怀 从他从党外 一直在他当任市长的时候 一直在内心 可是我发现他第三届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因为 因为人生走到一个另外一个境界 有时候可能慢慢放下 但是他的这些所谓的 培养的这些知识 有少部分也很优秀 可是很多人都在争群夺利 把高雄市搞得乱七八糟 那最后那四年 有够没用的 全高雄市都在空间 所有的公民团体 原来支持陈举全部都要抗争 总理科勇在中央图书馆的事情 码头山废炉渣 炉渣放在农场 明明金污染了 事实我们还在说人家合法 然后为了拆大沟顶 旗山大沟顶 也不是找一个水利的失血 根本没有需求什么要拆掉 为了安置那些上面的安置物 又去拆一个古迹 日本八十年的警察局宿舍 完全什么文化历史 什么环保 倒边走 整个都走情 这个是我们对一个 这个后面这三 本来陈举是整个 不只民进党的一个 大家很尊重的一个前辈 台湾就算跟他不同党派 对他过去的整个 在民主的历史上 他有他的脚步 我们还是一样的尊重 那人生走到这个阶段 他后来因为派系的 在高文师的斗争 他退下来到当秘书长 那最近有提名当监察院长 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 忘年之交的朋友 那也站在一个台湾民主的角色 跟对他内心世界的了解 我相信他面对政治的现实 也有很多难处 这个我们在重振的过程当中 完全能够了解 但我没有权利去 说你适合不适合 建议你什么 因为毕竟你也是我的长辈 也是我很尊敬爱的一个 在共识过 那也了解你的处境 那我无法讲什么 限制你的自由选择的这种话语 那我只能说 我们做很多选择 都去面对我们必须 外人对我们的评价 我只在是 在是很 从内心因为我也在很少 在跟他联络了 那时候每次 我相信他很关注我 我也相信他 他也相信我所说的每一句话 所说的话 也是想要为他好 那我不想这个议题成为他 我对他的评论 或建议他什么 变成是一个 政治上的一个 好像各自解读 对他的不利或伤害 我都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我永远尊敬他 我永远尊重他的选择 那我们都面临这样的政治 在我们有理想内心的世界 可是在政治实物 在政治的这种环境里面 我希望我们彼此鼓励 找回我们最终的那个初衷 不要被环境所绑架 做我们自己 那我只能再次 跟我的 我敬爱的 陈局全市长 那个进退之间 我们只有自己选择 那 我们至少自己承担 那当然承担的时候 也要让那些 曾经过支持你的 要提出你的 至少我建议 因为我常常面对这样两难 那可能另外一个 不了解你的 给你的指责 那我觉得你要想清楚 你的选择 但是你的内心世界 要告诉人 不管人家谅不谅解你 知不支持你 都要说出来 这个是在一个 在重振的过程当中 真心的热情的人 对于这种两难的 这种所谓的 政治斗争的环境里面 怎么找到我们自己 这个只能是 我对陈局 陈前市长的一个 我内心的话 也只能公开这样的转达 那 再次我们表达 我们对他的 关心